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拜登外交政策挑战 中美峰会影响 乌克兰冲突僵局 哈马斯恐怖袭击后果 印度海外异议人士暗杀 拜登的外交政策在2023年失败了吗 Foreign Policy 2023年是外交政策上几个重大事件的标志 包括加沙战争 拜登政府对中国政策的起伏不定 以及乌克兰持续的冲突 加沙战争提醒人们 不能忽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并凸显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一直不一致 试图限制中国对技术的接触 但之后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了峰会 乌克兰的冲突陷入僵局 引发了关于和平协议是否可能 以及西方支持的角色的问题 文章还讨论了2023年10月 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的重要性 提醒世界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 这次袭击还凸显了伊朗在支持哈马斯方面的角色 以及伊朗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加的合作 中东地区的冲突爆发表明 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制定一个同时应对印度 太平洋地区 欧洲和中东的战略 总的来说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面临着挑战和批评 许多政策目标被证明是空洞的 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不稳定 其经济遏制战略出现了裂痕 文章最后还强调了其他重大事件 如印度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暗杀企图 以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 定义人物与事件 影响 在分析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时 必须从多维度进行考量 自2021年1月20日就职以来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政策旨在重塑美国的全球形象 恢复传统盟友的信任 并在国际事务中重新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然而 这一路径并非一帆风顺 拜登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的外交政策挑战 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乌克兰冲突的僵局 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再次浮现 以及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暗杀企图 这些事件均对其外交政策造成了重大影响 中美峰会及其影响 中美关系一直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 在2023年的某个时间点 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一次重要峰会 试图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尤其是在贸易 技术监管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方面的对立 尽管这次会晤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双边关系 但在战略竞争方面的分歧依然存在 这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构成了持续的挑战 乌克兰冲突的僵局 另一个重大外交政策问题是乌克兰冲突 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 乌克兰一直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关注的焦点 拜登政府在支持乌克兰方面采取了坚定立场 提供军事援助并施压俄罗斯寻求解决方案 然而 冲突的持续和解决方案的缺乏 凸显了在达成持久和平方面的困难 哈马斯恐怖袭击的后果 2023年10月 哈马斯发起的恐怖袭击 再次将全球的目光投向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长期冲突 这次袭击不仅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还突出了伊朗在支持哈马斯方面的角色 以及其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这一事件对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求美国重新评估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和盟友关系 印度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暗杀企图 拜登政府还必须应对印度政府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暗杀企图 这一事件揭示了民主国家内部对于异议声音打压的问题 同时考验了美国在促进全球人权和民主价值方面的承诺 美国作为印度的战略伙伴 必须在维护双边关系和推动人权之间找到平衡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 除了上述挑战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 这对地区稳定构成了威胁 并考验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拜登政府在这一冲突中的角色和回应 将影响其在全球事务中作为调节者的形象和效能 总结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多样的挑战 从中美峰会到乌克兰冲突 从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到印度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暗杀企图 这些事件不仅讨厌着美国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也对国际秩序和全球安全构成了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 拜登政府的回应和策略将决定其外交政策的成败与否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 使得两国之间的任何峰会都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 在拜登政府期间 中美峰会变得尤为重要 因为这不仅关乎两国的双边关系 也关乎全球治理 贸易 科技竞争 气候变化 以及地区安全等多个层面 背景与前提 在2023年举行的中美峰会之前 两国关系因多个因素而紧张 从贸易战到科技禁令 再到人权和地缘政治诸多问题 这些都是峰会必须解决的关键议题 峰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紧张局势 寻找共同点 同时处理分歧 峰会的准备 在峰会举行前 双方进行了数月的谨慎准备和预谈 以确保会议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 美国方面希望在贸易 气候变化和地区安全等关键问题上 取得中国的合作 而中国则希望 美国放松对其科技企业的限制 并寻求在台湾 南海等问题上的美国理解和克制 会议的举行 峰会在2023年的某个时间点举行 地点选择在中立国家 以确保双方能够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进行对话 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了会议 并分别带领各自的代表团 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磋商 议题与讨论 在峰会期间 双方讨论了一系列议题 包括但不现于 一 贸易与经济合作 双方探讨了减少贸易壁垒 扩大市场准入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可能性 二 科技竞争 讨论了如何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 促进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三 气候变化 两国承诺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减排努力 四 地区安全 就朝鲜半岛 南海等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并探讨了维护地区稳定的途径 五 人权与价值观 美国方面提出了人权议题 要求中国改善其人权记录 而中国则强调各国应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成果与后果 峰会结束后 双方发布了联合声明 代数了会谈的主要成果和未来合作的方向 尽管在某些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 但双方都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管理和解决问题 国际影响 中美峰会的结果不仅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 也对全球经济 安全以及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密切关注峰会的进展 并根据其结果调整自身的外交和经济策略 总结与展望 中美峰会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展示了美国在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方面的策略和意图 峰会虽然未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为未来的交流和合作奠定了基础 对于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中美关系将继续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双方如何在合作与竞争中寻求平衡 将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关键探点 乌克兰冲突僵局 乌克兰冲突僵局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利益和复杂地缘政治因素的国际问题 自2014年以来 乌克兰东部地区因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势力 与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而处于动荡之中 此冲突不仅导致了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还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介入 冲突的起源 乌克兰冲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4年 当时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维克多 亚努科维奇被推翻后 俄罗斯并吞了克里尼亚半岛 并支持了乌克兰东部的分裂主义运动 这导致了顿巴斯地区的亲俄罗斯武装分子 与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冲突 形成了一个持久的冲突地带 国际介入与谈判 为了解决这一冲突 国际社会 尤其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 联合国 美国和欧盟等 积极介入并斡旋谈判 2014年和2015年的明斯克协议 是解决冲突的主要国际努力 旨在通过停火协议和政治解决方案来结束冲突 冲突的持续与僵局 尽管有停火协议 但冲突并未完全结束 双方多次违反停火协议 并在顿巴斯地区发生了数次激烈的战斗 政治解决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大障碍 包括对地区自治权的争议 和乌克兰对于恢复对这些地区控制的坚持 人道主义危机 冲突导致了数千人死亡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国际人道组织 如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难民署 一直在努力缓解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人道状况 提供紧急援助和支持 国际制裁与经济影响 作为对俄罗斯行动的回应 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 这些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压力 但也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 乌克兰经济也因冲突而遭受重创 需要国际金融援助来进行重建 未来的不确定性 由于冲突的解决方案仍然遥遥无期 乌克兰东部的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继续呼吁双方遵守停火协议 并重启和平谈判 然而 由于缺乏实质性进展和持续的地缘政治对抗 乌克兰冲突僵局成为了一个长期的国际安全问题 总结 乌克兰冲突僵局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和多边主义的挑战 这场冲突不仅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 也是一个涉及广泛国际利益 安全保障和地缘政治战略的全球性问题 解决这一僵局需要时间 耐心以及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和持续关注 哈马斯恐怖袭击后果 哈马斯恐怖袭击的后果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 涉及地区安全、国际政治、人道主义 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期的冲突 以下是对这一事件及其后果的详细描述 冲突背景 哈马斯是一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自1987年成立以来 一直在与以色列进行武装斗争 哈马斯控制着加沙地带 并被以色列、美国和欧盟等视为恐怖组织 该组织的攻击 旨在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和实现巴勒斯坦的独立 恐怖袭击事件 在2023年10月的某一天 哈马斯发动了对以色列的重大恐怖袭击 该袭击针对的是以色列的一个军事据点 和几个民用地区 造成了多人死伤 包括平民和军事人员 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立即反应 以色列政府对这次袭击做出了迅速回应 实施了一系列报复性的军事行动 目标是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和高级指挥官 这些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造成了进一步的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的破坏 地区影响 此次袭击及其后果对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 构成了威胁 它不仅激化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还可能导致周边国家的紧张局势升级 此外 该事件提高了对伊朗支持哈马斯 及其他地区武装团体的担忧 并可能影响到伊朗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核谈判 国际社会的反应 国际社会对这次袭击和随后的以色列报复行动 做出了反应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了紧急会议 呼吁双方立即停火并恢复和平对话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也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以缓解加沙地带的紧急情况 长期后果 这次袭击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长期和平进程带来了新的挑战 它破坏了之前在和平努力方面取得的进展 并使得未来的谈判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 袭击对加沙地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总结 哈纳斯的恐怖袭击及其后果凸显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持续性和复杂性 该事件不仅对当地人民造成了直接伤害 还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角色 以促进和平解决方案并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经济学家、专业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总的来说 2023年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来说 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批评的一年 无论是在与中国的关系 乌克兰冲突还是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该政府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不稳定的中美关系 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构成了持续的挑战 乌克兰冲突的持续和解决方案的缺乏 凸显了在达成持久和平方面的困难 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再次提醒世界恐怖主义 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 并凸显了伊朗在支持哈马斯方面的角色 这些事件表明 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制定一个 同时应对印度、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东的战略 在我看来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虽然面临着挑战 但也有机会取得进展和成功 他们需要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 处理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同时 他们需要与国际社会合作 寻求共识和合作解决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